伯德 热不热穿这么些 你这从哪来这东西 那也别脱了 好久不见了 一爷的腰厚头 开机了吗 开着了 我也没化妆 不要紧了 化妆也拿着这样 这就拍啊 真有意思 还等什么呀 你从哪来 我从无心 拍戏呢 没有那个机条 我有半年没干你了 机条给您带来祝福 都是谁啊 郭家门 郭晶飞 迅哥也说相的 对啊 他后见门了 然后雷 雷佳音 亮亮 这都是徒子徒孙啊 邓伦 邓伦 邓伦是咱们的粉丝 听了咱很多的相声 然后我也是德文说的粉丝 都是郭家门的承报了啊 那可不是 太好了 你是不是许给他们 我给他们写扇子了 你怎么知道 我看这一天到晚的网上好些 一万人圈我 这个雷佳音 什么郭晶飞 岳云鹏 取了六把扇子 让给美人写是吧 是是这样 我很心痛到现在 那个扇子找不着了 那丢了的事师傅知道吗 他不知道 那你这今天播出去 不对 这儿再送吧 对 师傅 不是叫什么师爷 师傅肯定在送 给写六把呢 给写六把 给写六把 谨慎 对 善良 谦虚 低调 帅气 歌神 你这些东西吧 那天我们做节目 然后每人拿出一两样东西 讲这个东西的故事 我说我有一样东西 我拿不出来 是因为我丢了 我在悉尼演出的时候 那把扇子丢了 是您给我写两个字 两个字不大 谨慎 让你谨慎别丢 是啊 然后他们都说 让你谨慎你还丢了 然后他们就都要 我说我当时候在节目 做节目 我看了一遍这个视频 是不是 我怕你跟我说 你个八个十把 那怎么办 五把 我还得来一把六把 对 当时还有一个是嘉宾叫阿云嘎 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给人家一把 那猛的 那猛的 行 等说 买多少钱的呢你们 善的我买 然后字 我让他们去买字 行吧 一个字都是行 别找人要钱不合适 别拿现金 我给你支付宝那号告诉他 好嘞 行 我算答应你了 答应我 你出去别逮谁许谁这会儿 没有 我也不是那个 以卖字为生的相声演员 好 这样 这半年除了拍戏 就做节目了吧 这半年没拍 在家歇了两个月 然后就接了机条 我发现这半年 你们什么都没有耽误 那天你小舅跟我说来着 我说云鹏耽误 没有 不光没耽误 他比往常挣的还多了 比往常忙了点 通知演出部可扣一下 可扣 想您 想 有良心 我跟你说 我跟孙老人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有说 特别想说相过 从来没有这么想说相过 是非常想 是真想 哎呀 这段时间也没闲着 写了点东西 写了吗 写了 我是觉得等能演了 拿出来东西来 观众会觉得 我这个半年整理的相声 评书 小曲 京剧 我那天看了看 包括我出门上各处去 就这半年随着老带着硬盘 一个T多的都快满了 就随手写了东西 我看了看够演五年的路 整理了好多 确实整理好多 今天看着你们大伙我可开心了 就是这样 我们也开心 第一看见好几个 不是亲戚 不是亲戚 就跟好久好久没见了似的 对 我们大林见了几回 在外边做节目的时候 对 我从三月份到现在 还没看见我儿子呢 那是您亲儿子 那是 他太忙了 太火了 这就是两说了 你说他一出去天天怎么忙 那忙吧 看不见他你也着急 我们兄弟真是太红了 各大节目演的又好 咱凭良心说 没有一个资源是我给他找的 演的好这个基因 随你 那是 这个 在演戏方面 只有郭麒麟看透了我了 所以说确实 您你好啊 都说您的这个教育 教育肯定是好 好家伙子 教育肯定是好 我看各大文章 都说您的教育 人也会 也会聊 素质也高 这个东西就是 他比你有文化 是不是 一点点 我们这都是什么人 小宅儿 这一家子搁在一块儿 出不来一个高中文凭 劝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小孩们 别跟我们学 对千万不能跟我们学 你们得好好上学 对 因为你们没有这样的家长 你们得好好去 这都是个爱 不能按他们 按他们 按他们把你们的班 得好好念书 包括郭麒麟他们 所以说不上学 我也要求他们一直在念书 那当然 这是很重要 这是非常重要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